韩国综艺又杀疯了 联合奈飞推出网红生存类真人秀 邀请韩国知名的77位网红博主相互淘汰 生存至最后的冠军 可以获得4亿韩元的游戏奖金 比赛当天 70多位网红陆续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 你好 你哪里 我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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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她 真帅 3分比赛 0分比赛 1分比赛 4分比赛 3分比赛 人费 3分比赛 4分比赛 糟了 1分比赛 3分比赛 3分比赛 17M 2700万 我有2750万 TikTok 크리에이터 CIAZEME 我想赞好,赞好 我非常好 CIAO了 你很漂亮 COM 去喔 CIAO 你好 你是男人 哇 太大 我是英俊下子兄 我是大學生 你好 你好 我是英俊上 好 哇 呀 發生了 你好 我們來到王재근 好 太大 他们中有四处旅行的富二代博主 有跳擦边舞蹈的小姐姐 有靠算命为生的阴阳师 如果看过韩宗顶楼游戏的话 还能发现里面有几个顶楼游戏里的老熟人 这些博主粉丝从几十万到几千万不等 领域也横跨各个平台 其中在中国最为出名的 可能是曾经亚洲顶流的偶像歌手张根硕 不知道是心大还是缺钱了 张根硕以选手的身份参加比赛 让其他网红们也吃了一惊 受过专业训练的偶像明星 要是输给身旁稀奇古怪的网络小丑们 张根硕的粉丝们 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这个打击 不疑会所有选手到齐 大家坐在桌子上相互寒暄几句后 现场灯光暗下 比赛正式开始 灯光再次亮起后 大屏幕上显示出在场所有网红的社交媒体粉丝人数 与此同时 所有博主脖子上带的电子设备 我们就叫他狗环吧 所有人的狗环上 都显示着自己的粉丝总数 在场网红中 粉丝最多的 是几个搞国际短视频平台的小姐姐 粉丝数加起来应该超过了韩国总人口 粉丝最少的 是几个玩锤道赛道的小博主 只有几万粉丝 张根硕虽然曾经红极一时 但社交媒体粉丝数只有50万左右 排名只能区区中游 本次真人秀 所有选手赛场之外的名气 财富 地位都没有用处 唯一的资产就是狗环 狗环上的粉丝数 和网红们自身吸引粉丝的能力 本次真人秀的总奖金是3亿韩元 以每个人拥有的粉丝数作为初始资金 分配给每位网红 播报员话音刚落 选手们狗环上的数字便摇身一变 转化成了各自的标价 国际短视频的小姐姐分到6000多万 一些小博主只能分到几十万 这个规则确实够现实 把选手们的流量直接转化成金钱 明码标价让选手们瞬间有一种 被摆上宠物商店货架的感觉 还没等选手们息息品味 播报员直接宣布第一轮游戏规则 规则很简单 每位选手的狗环里 储存着这位选手的资料与作品 手机靠近狗环 可以自动播放该选手的资料视频 在场的77名网红 每人可以投15个赞 15个彩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游戏时间里 每个人的赞喝彩 必须通过手中的投票器投给其他选手 投票为匿名 不得重复投给一个人 赛场中央的舞台 可以让人随时上台进行表演 来给自己拉票 两个小时后 游戏时间到 统计现场积分 积分排名前30的选手晋级 后面47名选手直接淘汰 播报员说完当场下线 第一轮游戏直接开始 于是选手们纷纷看起了身边选手的资料 点评器彼此的作品来 第一轮游戏之前 第一轮游戏就开始了 谢谢 非常棒的 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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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的 很感兴趣的感觉 很感兴趣的 我也很感兴趣 你自己介紹的影片真的太棒了,看一遍 太好看了 真的完全 太好看了 我真的太好看了,你也太好看了 哇,Gazpseo 你的 真的 你很漂亮 你很漂亮 哇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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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很漂亮 很像我一樣 我選擇了 我選擇到你了 謝謝 謝謝 我來講 等一下 等一下 快拍下 謝謝 哇 我來拍下 我來拍下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我沒有這首歌的世界 我沒有 我真的真的 但高致就很 entender 你完蛋了 2700万人のは不太太 我哪里真的懂 你好 我24歷史上我直接在了某個公大生 所以这个游戏比的是网红们的才艺 那些才艺出色的选手 可以得到更多的赞 顺利晋级下一轮比赛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这样的方法 也许在现实中是网红的谋生技能 但在这里并不能完全奏效 因为这是一个生存类真人秀 选手们的观众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事情的发展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 比赛刚刚开始 就有人打起了几个 初始资金最多的大网红的主意来 于是几个长视频 博主密谋结果 联合起来 一起给排名第一的 短视频小姐姐投其踩来 小姐姐一看自己精心拍摄的作品 被这么多人点踩 越想越伤心 直接在大厅角落里坐下 一个人哭了出来 几个人的气氛 突然被人变成了 费人的朋友们 真的 我感到很难做的 最后的事情 我感到很难做的 也很难做的 我感到很难做的 我感到很难做的 那一边 另一位1000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 第一个登上舞台 给大家表演起才艺 不能说很精彩 但好像也谈不上拉胯 大家觉得这样的才艺能收到多少个赞 小姐姐心想 直播间来这么一段 起码能要到一两千个赞吧 哪知道下台一看手机 人直接傻掉了 聪明人应该一开始就想到了 没那么聪明的 看到眼前的场景也应该想到了 如果选拔才艺 节目组只给选手们开放赞的投票就可以了 大可不必给每个选手15个才 还要求必须在比赛结束前全部投出去 节目组让互不相识的选手们互相点彩 还故意将比赛时间定为两个小时 这样的规则 明显就是想在选手中制造恐慌和猜忌 让选手们用漫长的时间去识别自己喜欢和讨厌的人 形成不同的小团体 然后在猜疑链中彼此互相攻击 此时选手们互不相识 正愁怎么把才给出去呢 这个时候赶上台冒头表现的 当场就会变成活靶子 成为被踩的对象 可惜还有选手没有看懂 紧接着 一个小胖子博主上台展示才艺 小胖子没有猜错 下台一看 点彩数量直接爆表了 第三个 也是最后一个上台的 是个舞蹈区的小姐姐 前两个选手表演时 观众席里还有不少人在喝彩 小姐姐上台表演时 台底下直接瞬间鸭雀无声 安静的吊跟针都能听见 小姐姐一下台 发现自己的财也爆表了 小姐姐不知道 但我们观众知道 小姐姐的财 几乎都是其他女网红头给她的 这下所有人都看懂了 上台表演 等于上去让人点彩 于是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没有人敢上台表演 选手们手里的踩无处可去 那些最有名气的博主可就遭殃了 千万粉丝以上的博主被踩个不停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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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等一下 好 importante 都要出去 不如我 不如我想 那我可以 做饭 好 多分 好 五 多分 对不起 吃 啊 我 我 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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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了,那我做了一件事,不好意思 CADY 玩意? 我一直按 좋아요,我也做,我也做 我做了一件事,我也做了一件事 誰又做了一件事? 我做了一件事,我做了一件事 张根硕这种粉丝不多 但名气很大的选手也跟着糟了秧 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被点了不少彩 此时的大厅角落里 一名选手看着眼前的景象陷入沉思 这名选手的粉丝数有270万左右 是韩国一个有名的真人秀导演 专门做生存类真人秀节目 像顶楼游戏这样的综艺也有他的参与 导演看着眼前的景象 仿佛想到了什么,不动声色地走上舞台 导演的一席话直接给张根硕听傻了 这小子刚在吧台碰上我那么客气 怎么一上台就攻击我呢 导演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下舞台 留下张根硕独自在风中凌乱 果然,导演在台上几句话后 自己和张根硕的点彩数量就像潮水般涌来 大家认为导演刚才行为中的动机是什么呢 刚在台下时,导演就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是节目组,会怎样设计游戏,站在节目组的角度 这是一个选拔网红的综艺 节目组的目的是选拔网红 凭什么被踩得多的人就无法晋级呢 被踩的人多,说明知道他的人更多 再仔细想想,刚才播音员介绍游戏规则时 只说最终排名靠前的人才能晋级 大家都默认点赞越高排名越靠前 但播音员好像并没有说过 所以导演判断,这个游戏实际上真正考核的 并不是点赞率,而是关注度 那些能够吸引别人注意力,受关注度高的选手 才能成为网红,才有资格晋级 而对于关注度来说,踩和赞拥有相同效力 也就是说,被踩不仅不是减分项 反而有可能是加分项,让别人赞不容易 想要被踩,那可太容易了 所以导演刚才决定冒险赌一把 导演刚才上台的几句话 既攻击了人尽皆知的大明星 又攻击了短视频制作者群体 嚣张的态度,想不被踩都很难 为什么刚才要点名张根硕 一方面是张根硕在现场知名度最高 容易竖把子 另一方面,我个人猜测 张根硕和导演两个人都在娱乐行业 导演万一这招成功了 就算是免费送了张根硕一个人情 改天导演这边制作节目需要嘉宾了 张根硕说不定就会找他 张根硕回到座位后左思右想 也琢磨清了导演刚才行为之中的含义 站起身来也反其道而行之 请求其他选手给自己投其踩来 对 家里的情况 对 好 这次一会有工作室 我会会有那么多難度 宣似你 对 人生费为何能够负付得到 这一点 我认为了 知名来说 我认为了解决一下 我认为了解决一位 我认为了解决一位 我认为喜欢和失费没问题 见张根硕和导演四处跟人要踩 其他选手也逐渐怀疑 踩是不是与赞都可以得分 不一会儿加入要踩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 很多选手求着别人来踩自己 当然也有很多选手 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于是在游戏就要结束的时间段里 现场出现了滑稽的一幕 一部分选手疯狂要踩 那是什么? 又有什么? 但是我6个人可以在游戏 那是这样的员口感 在游戏中的语言中有什么 出版人比拟败上的 这几乎不诶 这不就不注意 这就不注意 我好想去找我 我猜就要用力了 我猜就要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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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猜猜 我猜猜了 我猜猜了 啊 太好了 我猜猜了 200万以来 我猜猜了 我猜猜猜猜 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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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避免被踩 如果游戏规则中 才有助于提高积分 那么被踩得多的人 会立马超过那些 不和其他人要踩的选手 而如果踩有害于积分 那么这些主动要踩的人 待会儿就会光速出局 要赞还是要踩 在最后的时间里 在场选手们纠结地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不一会儿 游戏来到最后倒计时 紧接着播报员播报比赛结果 首先是获赞排名 被点赞排名靠前的选手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交际能力强的选手 这些选手通过在赛场内 一个一个要赞 要到了很多赞 第二类是性格相对温和的选手 可能是因为这类选手 相处起来让人比较舒服 第三类是微积分小哥 这样视频领域比较专业的选手 所以说有了知识 走到哪里都会受人尊敬 然后公布的是被踩的最多的选手 排名靠前的 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交际能力强的选手 一对一要赞的行为 本身有些令人讨厌 其他选手表面上不说 背地里会给这些选手点踩 第二类是之前上台表演的选手 第三类是粉丝很多 或者名气很大的选手 知名度靠前的选手 基本都榜上有名 张根硕本身名气最大 且被导演一顿骚操作 收获了现场差不多一半选手的踩 直接位列榜首 而粉丝数第一的短视频小姐姐 人畜无害地在座位上坐了两个小时 却还是被踩到了第六名 现在最为关键的是 被踩数量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 如果被踩是加分项 张根硕和导演这一类被人攻击 且主动要踩的人 就会逆风翻盘 如果是减分项 那么就证明导演纯属想多了 这些主动要踩的选手 会非常滑稽的第一轮就被淘汰掉 那么最终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张根硕听到这个结果 直接笑出了声 而那些被踩数量很少的选手 可就笑不出来了 根据这个规则 脸赞数和被踩数加起来 排名前30的选手晋级 那些不受关注 或者被踩数量很少的选手 被全部淘汰 得高望重的微积分小哥 凭借着自己良好的网络口碑 收到了全场最低的被踩数量 却也因此总分位居30名之外惨遭淘汰 顶楼游戏里和歌手 神仙斗法的高智商眼镜哥 也在这样的规则下 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大家觉得第一轮游戏里 被踩数量算进总积分的这一条规则 对选手来说公平吗 这条规则肉眼可见的非常不公平 且并不合理 因为显而易见的 就算是真实网络世界 被踩数量也不能完全和存在感化等号 更何况这样的生存类真人秀众 选手被踩的原因和动机就更加复杂 这样的规则 直接导致像微积分小哥这一类存在感高 且口碑良好的网红 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如果满分100分 大家给节目组制定的这条规则打多少分呢 我给这条规则打90分 为什么打90分 因为节目规则不公平是对选手来说的 如果大家能站在节目组的角度思考问题 会发现这条规则其实制定的非常精妙 大家觉得对节目组来说 这档节目的最主要目的是维护选手之间的公平 还是选拔出最优秀的网红呢 其实节目组的目的 既不是为了维护选手之间的公平 也不是为了选拔最优秀的网红 而是为了赚钱 收视率提高了 电视台才能赚钱 节目组才能拿到奖金 节目组制定规则的老师们 才能住进更大的房子 这条规则制定的之所以巧妙 是因为一方面 它让选手之间 处于了一种互相厮杀的内斗状态 提高了戏剧性 让节目变得好看 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以为规则的制定者 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实别说维护公平了 要不是有法律法规拦着 节目组应该恨不得在场选手们互相打起来 另一方面 这条规则最妙的地方 就是不动声色地保护了那些流量选手 观众们之所以观看节目 收视率之所以提高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这个节目中有很多大牌明星和流量博主 这些人一旦被淘汰 整个节目就会流失大量观众 所以被踩算作积分这条规则 实质上保护了那些流量最高的名人和博主 因为某种程度上确实关注度越高 就会被踩得越多 那些人气最高的选手 被踩的肯定不会少 节目组直接出面保护高流量选手 肯定会被观众骂 采用被踩也能得分这样的规则 踩是你们选手们自己踩的 关我节目组什么事情 节目组通过这样的游戏规则 既保护了流量选手 又把自己抽离出来作弊上官 避免了唯利是图的指责 至于这样的规则对选手公不公平 收视率上来了是没有人会在乎的 所以也难怪导演之前敢于对节目规则下注 可能也是对自己的同行过于了解了 不过节目组制定的这一系列规则 也有它合理的地方 按照节目组的规则安排 在场的小博主们 获得关注度最高效的方法 其实是走上舞台进行表演 事实上 之前敢于走上舞台的几个博主 也确实全部高票晋级 这是一个现场只有70多人的小舞台 如果因为害怕出丑或者害怕被踩 就抵触上台表达自己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成为有朝一日面对成千少曼观众 和无数恶意评论的大网红呢 稍作休息后 47名淘汰者离开游戏赛场 比赛进入第二场淘汰游戏 咗哩 谢谢大家